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莲藕和花生分享好吃的 首先准备一些莲藕去皮之后擦成细丝 再搭配一根胡萝卜 这样会更营养也更好吃 放入盆中备用 再准备3个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葱花,盐,五香粉,搅拌均匀 倒入莲藕中 加入一勺面粉 再准备一碗花生,进行浸泡10分钟 把它切成碎末,放入盆中 搅拌成粘稠的菜糊 菜糊可以用来煎饼,炸丸子,蒸成饼 都非常的不错 变饼成鲜饼模式 上下开关,刷上一层油 倒入菜糊,把它给摊平 薄厚大家随意 摊平之后,盖上盖子 中火,烙8分钟 因为我喜欢吃比较厚的饼 所以说烙的就比较厚一点 8分钟之后,接住盘子 翻一下面,再烙8分钟 烙到两面金黄时 就可以出锅了 盖上盖子盖出,切成小块 一张饼可以够一家人的早餐 莲藕花生饼这样做 它的口感是脆脆的,清淡营养又好吃 如果口味比较重一点 可以用生抽,陈醋,辣椒油 挑点点蘸汁 这样酸辣开胃也特别的美味 简单营养又好吃 老人孩子都适合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再见